北坡20吨重的吊车上午在台东海岸公路 因为汇车不顺翻落50公尺深谷 车上的三名工人爬出车外求救 其中旅行驾驶腰部受伤无法移动 警销和特搜人员花了两个小时垂涨救援 才将三人送一急救 伤势较轻的两名工人 第一时间就被搜救人员调上产业道路 只是现场山路不到四公尺宽 单价进出都有点困难 最后一个等待救援的旅行驾驶状况比较严重 他的腰部伤势不明无法移动 特搜队员带着软式单架垂降展开救援 这部吊车上午满载板膜和钢架 进入台东南巴黎产业道路进行民宅建筑工程 狭窄的山路上根本容不下两部车辆 偏偏对面来了一部小发财 发财车还停下来让吊车先过 只是山区下了一个晚上的雨边颇松软 大货车勉强汇车的时候 瞬间发生意外 最后被救急的旅行驾驶伤势不清 好在意识仍然清醒 警方目前还在调查吊车坠落山谷的原因